大家好,ASTE到我,這次就介紹港鐵的列車及軌道 這個是跟之前的Angry Bird那個 上電車是基本上一模一樣的 只是這次用回真車 這個是Angry Bird之前的,所以這個是第一次推出的 這個系列 其實跟Parell的扭彈列車都相似 我暫時就只買到冬鐵和機鐵,有點可惜 以前小時候看見都很想要,但那時候沒有錢買 所以就錯過了,現在就 慢慢在網上等人買回來 還不差港島和輕鐵 為甚麼 為甚麼會這麼快就沒有了 那馬上的列車 02至今,但01年已經在冬鐵走 然後下面教你怎麼砌 沒有明明明,現在直路要弄這麼短,為甚麼鬼 轉彎鬼有長度感,超不公平 直路還要給這麼少人 為甚麼鬼 對,那就看一下列車 這次沒有包含貼紙 很開心 不錯 這次它的設計是跟 港鐵的棋子和筆子的頂部 設計非常相似 基本上是一模一樣的,只是尺寸不同 這次是SP Train 很厲害 對,不知道上一手怎麼玩 真的都很粒粒的 這裡一塊東西 不知道搞甚麼 好像很可愛 下面這裡 都還可以的 他不知道為甚麼會把尖頭變成這樣 有點短短的 那我的玩法就是 下面這裡 你看到箭咀 一個齒輪東西 那你就靠捉這個東西上鍊 這樣就會走的 那這次的套裝包了兩條直路 一條橙色一條藍色 一條藍色 一條藍色 不太清楚為甚麼 然後就包了四條藍色轉彎鬼 還有四條橙色轉彎鬼 那都是想你卡拉卡拉的組裝 那就組一下吧 對了 那就組好了 其實這次也是有那個問題 我一刷就可以看到 它的圈的設計是不行的 是會馬上縮了水 是變成現在 組了一個這樣的圈 變成是強行壓開了它 對了 那上鍊 好 今天上好鍊了 那我就 準備開車 對下招 麻煩 好 基本上就是不停的行好轉 對了 好奇為甚麼不像P sehele 那整個東西是在外面的 上年要靠這個小輪 不太清楚為什麼 這樣也蠻疼的 你去到最後很緊的時候 這個小輪挺可愛的 那 嗯 學會我沒有存放那些扭蛋 所以 不能讓它走什麼很大的圈 哈哈 至少有這麼可愛的小輪 可能有機會 有些東西 不太清楚了 至少多些東西來玩一下 哈哈 現在都是收藏為主的 嗯 很簡單 沒有車票那些東西 就這樣一套的東西 那不知道當時買多少錢 我也不太記得 好 找到了 48元 正 正加了68元 哇 哇 神經病 難怪為什麼 當時媽媽不跟我買 48元 舊的膠 對了 我非常幸運 30元買到這套 另外 機鐵 80元 連兩格 第一代Q版回力車 機鐵和廣島線 對 現在也想嘗試儲買 2013年 那些 那些 版權的 Q版回力車 唉 那好吧 今次的東西的介紹就到這裡了 喜歡就按讚 記得訂閱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